今日国中深歌警暗引发全社会关注 网红杰哥也发文透露国中时期曾遭到霸凌 他在文中表示自己国中时期 某次不小心撞到一个学姐 当下虽然马上道歉了 但对方人找人将她带到厕所 起初对方还叫来一位学长 但该名学长只叮嘱其他人不要欺负学妹就走了 没想到这句话却激怒学姐 开始围堵她进行勒索 当时学姐们向她索要两三千元 但家境不好的她根本拿不出这笔钱 原本想拿起扫把硬碰硬 幸好老师及时赶到 穿一门进入厕所 才阻止了这场闹剧 霸凌的学姐们也被寄过 结果无奈地表示 校园霸凌一直存在 当初那群一家害者 说不定早就忘了她 质疑未成年犯罪的刑罚 是不是真的偏低 尤其这次事件的加害人 态度十分嚣张 官媒几年就能放出来 只会让受害者增加而已